地下室樓梯怎么会变成瀑布 这家在台南安南区的牛肉汤店 根本没办法做生意 同样早早打烊的还有鲜鱼汤 简陋的铁皮屋就像被积水团团包围 咽到看不清哪里是地面 店家根本不敢开门营业 民宅同样惨兮兮 随我这家都咽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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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 我也不知道我去上班回来 看起来都哼你 水已经退了一些 但车库依旧汪洋一片 更早之前几乎咽到膝盖 就算用防水门也没用 照样咽进室内 赶紧用椅子垫钩家具物品 台风过了海淹水居民快起炸 上次台风还没有淹 反而是今天才淹 每天就好淹 那边就走大狗啦 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台南7号晚上大雨狂炸 降雨一级警戒 包含中西区东区永康安南区等 其中安南区一小时雨量最大 达到75.5毫米 隔天一早居民还在忙着清理家中积水 上很早就清了 全部都散了一堆啦 恩赐我不会讲啦 因为这里真的红雨滴淹 要去住楼子 不住楼子 不要怎么改善啦 已经都很久的事情了 没法住了啦 这都没法住 讲讲啦 你算起的时候讲得很好听啦 当这个每小时的食雨量 这个下超过78公里的时候 连台北市也受不了 而昨天的食雨量在安南区 是每小时75公里 所以说早就超出我们的防护标准 周波教育来得又急又猛 宣泄不急就连大楼地下室 到处都还是积水 部分民宅防水挡板也还不敢拆 因为低压带影响 周五中南部午后仍然会有大雷雨 就怕持续到夜间又要一次积水噩梦 TVBS新闻顾索苍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